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带你去看戏台 中文字幕——YK 我们就从这个大花厅开始介绍吧 请问这个大花厅有什么功能? 这个动物图腾在很多华人建筑里很常见 请问它代表什么意义? 五台屋顶有一朵牡丹花,请问它象征什么意义? 入口处,门洞是圆的,楼上是方的,是要提醒观众什么呢? 这样的福州戏台,请问在台湾几个古宅可以看得到? 除了华丽的装饰,八卦型的枣井在声音传递上有些什么功用? 为什么戏台下有六个大水缸? 大水缸装水后有什么作用? 怎么有水呢? 来说来听听,水是会帮助共鸣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其实总共有六个大水缸 换句话说,是的,你如果坐在这个戏台的摇滚区的话 你可以听到水缸的震动,然后声音也传得更美更远 好,各位看观,哇,来到这边感觉好像到莎士比亚的剧场了 可是这边不是莎士比亚的剧场 这边是雾峰的邻家,这是全台唯一的戏台 那各位可能也看到,这个结构好有趣哦 诶,明明有二楼,为何没有楼梯? 有玄机,对不对?什么玄机呢? 大家请看这个漂亮的花,这是什么花呢? 大家请看这个漂亮的花,这是什么花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边 大家一定要来乌丰林家公保地园区看看哦 拜拜